故事开始于一群冒险家 他们面对的是一条致命的 阿西森明巨龙 他喷火 对该地区造成大规模破坏 冒险者被迫逃跑 在田野的别处 我们遇到了一个叫Owin的年轻农民 他照料庄稼 并对一切的发展状况感到满意 他收割一些庄稼 准备去市场 他从状态窗口收到警报 看到他的工作技能都被最大化了 达到时期 他和他的朋友一起 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惊讶的渔夫泰斯塔 惡事甚至有点嫉妒我会 就算是十级钓鱼技能 当他应该是渔夫的时候 用尽了他所有的农业技能 突然之间 获得特殊选项 整合和发展他的技能 他接受了 并获得了自然爱好者的头衔 我很困惑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Owin看到他突然有六万五千状态点 拥有超过七万三千的攻击和四万五千的防御 他们很震惊 但现在想起他需要去市场 咱们去王都卖庄稼 沿途 他看到龙在攻击冒险 他们不是对手 要求撤退 他要决定帮忙扔了根胡萝卜 希望能分散龙的注意力 但是胡萝卜击中了 龙爆炸了 一击击中 冒险让人震惊 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 现在也惊讶于他的新力量 他很快就上路了 冒险者只看到他的踪迹 艾尔去了皇家首都麦基斯 但是当他在门口的时候 有个女孩被绑架了 东茂南冲了过来 但艾尔跳出来救了那个女孩 东茂南用刀袭击药 他要轻易剿戒打败了他 该男子被捕 女孩感谢他救了他 他们听到铃声 现在迅速跑开 不想知道 女孩问他的名字 但艾尔很快就离开了 他去了市场把庄稼松过去 当他离开城市时 他被警卫拦住了 他觉得他可能有麻烦了 但他救的女孩出现了 介绍自己叫法拉斯 行成公主 艾尔和公主说话变得紧张 但他命令他随便对待他 他问 如果他愿意为皇室服务 他说绝对不行 但只在他的脑海里 相反他小心翼翼地试图拒绝 说他不能承担责任 他想离开 但被尤尔抓住了 他告诉他 他们会给他丰厚的报酬 但是艾尼斯说 他只对当农民感兴趣 听到这个 伙计们提议 在警察局长附近 给他一块大田 超过三万三千平方米 艾尔问他 为什么愿意走这么远 只是为了招募他 他告诉他 这是因为他能够 如此轻松地 打败了多冒难 五百多的力量 艾尔问平均力量是多少 伙计们解释说 一般人的力量在五十左右 冒险在一百三十左右 其实最多六百人 传说中的英雄有一千个 伙计们要求看他的情况 但要知道他不能给他看 冒险家归来 并报告森林龙被打败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谁干的 只知道有一辆马车 听到报告 伙计们怀疑是艾尔 但是当他们分心的时候 他很快就逃跑了 尽管有这个阴晶 仍然决心招募他 不然一个警卫告诉阴晶 他被召回皇宫 有一份报告 一大群怪物正在逼近 首都 各种怪物都喜欢作品 龙和魔像 他们来自地狱地带 这让国王大吃一惊 因为地狱地带的首领 魔王被英雄杀死了 他们与恶魔 达成了和平协议 我们让塞西尔警官 他建议 不是所有的恶魔 都喜欢和平法案 尤其是魔王第一将军 死亡的罗密偶 他怀疑他们发现英雄 去世 现在要为魔王的死报仇 他建议国王离开首都 为了他自己的安全 国王不想抛弃他的人民 但他所有的士兵都求他活下来 而终于回家了 不小心用他的新力量 毁了他的门 他一天都累坏了 则是突然来敲他的门 则是人员告诉他 他们需要撤离 因为附近有一群怪物 埃尔突然想起他的庄稼 冲向他的田地 看到庄稼没问题 他就放心了 外务大军经过 现在意识到 他们正直奔首都 他不想牵扯进来 因为他只是个农民 但后来意识到 如果首都沦陷 他将无处出售他的庄稼 同时 国王和公主已经逃离了首都 但他们走到了死胡同 国王突然受到 异股能量的攻击 赞西尔变形并揭示 他实际上是恶魔 罗密欧将军 他从一开始就在欺骗他们 他透露了 他让国王摆滋式的计划 用他的变身魔法 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 统治王国 但他必须先杀死国王 他用他的黑魔法攻击 但国王制造了一道屏障 障碍开始被打破 当国王努力维护他时 达拉斯帮助加固屏障 但是罗密欧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障碍打破 而国王无法再维持屏障 靠他自己 火星们无法抵御攻击 其余的屏障都被摧毁 罗密欧去干掉他们 用他的黑暗技巧 但一切都突然出现 并停止了攻击 他用他的工作技巧 打碎了地面 扰乱怪物大军 罗密欧很好奇他是谁 但只是说他是个普通的农民 罗密欧跳到他后面 但能接住他的剑 把他扔了 罗密欧印象深刻 决定全力以赴 他吸收附近怪物的力量 并转化为他的真实形态 看他的状态 英经看到他是78级 他用超过5000的力量 让艾尔逃跑 罗密欧释放了他的力量 并冲向艾尔 但艾尔用自己的拳头反击 罗密欧被打败了 怪物被吸弱 一个一拳就全跑了 他们回到宫殿 国王感谢他打败了罗密欧 拯救他们的生命 但我只是说 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的中家 国王要求他为国家服务 但是艾尔拒绝了 说他只想成为一名农民 国王提议任命他为指挥官 或者任何他想要的头衔 但现在仍然决心只做一个农民 作为享立伙计们 决定捐出33000平方米的场地 靠近王国 但条件是他注册为冒险家 这样他就可以偶尔帮助王国 都同意这笔交易 但是当他去检查场地的时候 他发现这里完全是荒地 意识到自己被人耍了 第二天 亚历克斯里警察局长到了法拉 他对所有不同的食物感到惊讶 艾尔问他 怎么能在警察局长身边走来走去 但他告诉他 他在宫里有个女仆代替他 他用一个神奇的发像 阻止人们认出他 伯基们带艾尔去冒险家工会 他们会立刻受到会长的欢迎 谁听过奥力量的传闻 他带出去到接代处 在那里 他们遇到了一个叫海伦的秘书 突然间我们的肚子大声咆哮 所以他们首先给他一些食物 海伦给他做了美味的馅笔 他们继续采访 他问他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冒险家 但是亚历克斯解释说 他注册只是因为他和伙星们的交易 突然前一天的冒险出现了 感谢他打败了S1龙 行会里的每个人都惊叹不已 现在变得尴尬 冒险家们自称杰克 路加和拉米亚 他们祝他好运 告诉他他们应该一起去打猎 所有尺寸 他想象自己被从农场拖走 艾尔向海伦提到 他想尝试做一个探索 但他解释说冒险家的排名 从尤其一路上升到美国双级 因为他是一个新的冒险 他一开始只能做简单的任务 他建议从探索开始 从冷库森林收集十种草药 海伦告诉他应该买些设备 因为可能有怪物 但奥说他太穷了 买不起 听到这个海伦给了他的旧斗篷 用魔法防御增强 S不愿意接受 但是海伦坚持帮他穿上 海伦看到他穿着斗篷变得眼花缭乱 因为他似乎让他想起了某个人 他就好运 但要只能想着他的农耕生活 猫头鹰前往森林采集草药 在他收集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种奇特的黑色鳞片 他想知道是什么怪物把他弄掉的 但突然被一个女兽人接近 他不向他想和他一起呼吸 但J出现救了他 RC被打败了 现在感谢他的帮助 他问他们是否更了解黑色鳞片 J听说过黑龙的传闻 但不相信 因为黑龙住在高地 而不是ME建议他可以卖掉的森林 为了一笔可观的钱 突然 有一种巨大的气场压倒了他们 当一条黑龙出现时 他们被恐惧冻结了 龙被黑暗笼罩 然后从他们身边走过 艾丽丝吓坏了 但设法查看了他的状态 只是震惊和他可怕的统计数据 有个女孩逃跑了 但被抓住了 海伦第二天从噩梦中醒来 他妈妈注意到他看起来不太好 艾伦告诉他他正在经历失忆 不记得他下班后做了什么 前一天 他母亲认为他工作过度 应该休息一段时间 艾尔回到工会 作为紧急报告 他们会见了工会会长 并报告他们与黑龙的遭遇 根据记录他的强度超过23万 从他的外观来看 他们怀疑是恶龙是Boss 他们听到这个很震惊 尤其是海伦 我会给他们看他找到的称 海伦看到他很害怕 他记得他哥哥逃跑了 黑龙杀死 对他来说太多了 他晕倒了 Always很担心海伦 但他妈妈告诉他他会没事的 他认出了我穿的斗篷 并解释说他实际上是 15年前 海伦的羊目 他在湖边发现了海伦穿着斗篷 他记得自己的名字 但失去了所有其他记忆 他怀疑海伦可能和他的Boss有联系 听到这个 我决心帮忙 他去图书馆了解更多 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他决定调查15年前的报告 海伦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 然而图书管理员告诉他 那些报告是受限制的 他的级别不够高 向他们征税都试图乞讨 但他拒绝了他 卡拉斯突然出现 让图书管理员大吃一惊 他利用公主的地位来帮忙 获取记录 他们被引导进入境区 他们检查了村庄的损坏记录 海伦被发现的地方 艾尔发现15年前 原来村庄被彻底摧毁了 那里也发现了黑色鳞片 然而这一事件被掩盖了 因为恶龙注定要死 但如果他以某种方式复活了 这意味着整个世界都处于危险之中 第二天 我们村子里的两个头来检查一下 他们发现他处于完全破坏的状态 当他们探索时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他跟着声音走 他们来到坟墓前 一个男孩穿着同样的斗篷出现 捕鸡们很困惑 而是在和谁说话 因为他看不见也听不见他 而意识到他是个鬼魂 男孩介绍自己是外行 男孩很高兴找到能见到他的人 注意到艾尔穿着和他一样的斗篷 他提到他是怎么从海恩那里得到的 雷很高兴听到他一切都好 透露他是他哥哥 他提到斗篷是他父亲送的礼物 被施了魔法 艾尔把斗篷套在阴晶上 离艾尔这么近 让他惊慌失措脸红 然而 让他看到躺着 他吓坏了 那是幽灵般的外表 雷继续解释 海伦是村里唯一的幸存者 说他有危险 让人回想起15年前 海伦叫他吃午饭 当他用箭训练的时候 但是海伦为他担心半岛了 但他想成为一名战士 突然 乌云翻轨 火语从天而降 他们冲回村子 却发现他被烧毁了 黑龙之地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 一个年幼的孩子勇敢地面对他 向他扔石头 龙会说话觉得离谱 那个男孩能站起来反抗他 龙以他们的恐惧位置 并摧毁任何抱有这种希望的人 他张开嘴 当男孩变得恐惧时 收起黑暗能量 海伦在远处看着 但现在他们无能为力 他们决定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 所以他们迅速离开村子 但是当他们跑的时候 龙从头顶飞过 找到了他们 他们很快就跑了另一条路 但是龙在他们身后飞翔 喷火 龙喜欢看他们惊恐地奔跑 海伦变得筋疲力尽 水倒了 他告诉女士不要他继续 巨龙降落在他身后 恶龙准备吞噬他的灵魂 但当来扔剑时 他被击中了眼睛 他叫海伦跑 但剑掉下来了 他的眼睛会立即再生 但巨龙却把注意力转向了 决定先吃了他 他猛冲过去用牙齿刺穿他 海伦冲向他哥哥 龙在他的绝望中快乐 因为这让他更强大 龙决定让海伦活着 但发誓15年后回来 再次碎毁他的家 对他造成更大的情感伤害 然后享用他的灵魂 发誓即使海伦死了也要保护他 听到这个 龙决定把他的灵魂绑在这片区域 这样他就可以目睹他的悲惨命运 在那之后 龙消失了 回到现在 来解释说 龙总是留下一个幸存者 这样他们就可以散布消息 制造更多的恐惧 当他醒来时 他会追捕那个人并重复这个循环 李启修艾尔帮助保护海伦 但他说龙太强壮了 但来提到龙只吃了他的灵魂 当他绝望的时候 他相信他们可以利用这种力量 绝望的反面虚弱了龙的力量 雷伊让艾尔帮他给他妹妹传递信息 艾尔一边跑 一边带着伙计们迅速离开了 他们很匆忙 因为今天 距离巨龙上次袭击正好是五年 伙计们会很尴尬 被荡成麻蛋 并要求把他抱在怀里 但他说这是最快的逃跑方式 这是他作为农民学到的 他们回到了城市 幸运的是龙还没有出现 鹰精召唤怪物 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 但也对他巨大的耐力感到惊讶 两人分道扬镳 艾尔去找海伦 海伦的妈妈去看他了 却发现他从房间里失踪了 海伦独自在森林里散步 很快黑龙出现在他面前 十五年后他问候他 海伦失去的记忆开始恢复 他记得那是他的错 他哥哥死了 龙提醒了他 他哥哥是怎么逃走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 他说是因为他 城里的人很快就会死 海伦恳求他不要攻击这座城市 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龙无意让任何人活着 海伦绝望了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我会及时赶到阻止他 海伦恢复了理智 但是巨龙袭击了艾尔 把他击倒凹设法活下来了 多亏了他斗篷的保护 龙被射杀 人类可以在他的攻击中幸存下来 但艾尔说他不仅仅是人类 他是个农夫海伦让他逃跑 但凹冲向龙 打他的脸 艾尔告诉海伦不要担心 龙很惊讶 一个人类能够伤害他 龙想看到凹陷入绝望 然后两人开始打斗 鳄龙冲向他 用他的爪子攻击 他努力为自己辩护 现在又打了一拳 但巨龙向他释放了毁灭性的火焰 艾尔被击倒了 海伦让他离开他 不想让更多的人因为他而死 但艾尔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 他告诉他他是怎么遇见他哥哥的 他哥哥知道他会自责 当他恢复记忆时 所以他告诉艾尔 告诉他他不会因为他的死而责怪他 他为保护妹妹而自豪 并告诉他为他们俩幸福的生活 而给了他希望 龙的力量开始减弱 龙咒艾尔然后扑向他们 但艾尔能够战胜虚弱的龙 一拳打败他 他终于能放松下来了 但就像他打败了恶龙一样 他突然被海伦刺伤 艾尔丽丝很困惑 试图抓起药水 但挣扎并放弃了他的 海伦再次攻击他 现在几乎没有躲开 海伦试图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海伦想干掉他 但是突然一只翅膀挡住了巨弱 圣龙海市蜃楼出现 并结识 海伦被恶龙附身了 正龙治愈了欧病借给他力量 但最终会崩溃 他告诉艾尔 他给了他净化黑龙的力量 拯救海伦 恶龙笑 因为又不会冒险伤害黑龙的身体 但艾尔立刻打了他一拳 龙很震惊 艾尔能从海伦的眼睛里看到 他想让他阻止他 海伦似乎回归了自我 但是当艾尔扶他起来时 他抓住了他 恶龙的灵魂爆发 死在艾尔身上 试图占有他 他宣布他的胜利 恶的心脏有问题 只有耕重 他很震惊 什么都没有 除了种植和收割庄稼 他没有什么能腐蚀的 他被腰的身体排斥了 圣龙回来了 用他的力量净化海伦 恶龙魂破碎 圣龙感谢艾尔的帮助 光束消退 艾尔和海伦昏迷不醒 当艾尔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在行会 伙计们拥抱他很高兴他没事 艾尔问那些龙怎么了 艾尔告诉他 我们的Boros被净化了 而圣龙也消失了 他问海伦被附身后还好吗 他说他很好 也获得了转化手臂的能力 腿变成龙爪 想到他还被附身 我就震惊了 但是海伦表明 他可以自由控制力量 他打算永远使用这种力量 并在未来拯救人们 海伦突然问起 法拉斯和艾尔的关系 不承认他是公主 因为他神奇的空气别真 他有点担心 法轮说他们儿时的朋友 会长冲了进来 还有J和他的朋友们 他们很高兴海伦没事 惊讶艾尔打败了恶龙 他们想知道 如何奖励击败龙的艾尔 法拉发誓会有巨额奖励 差点不小心暴露了他的身份 他们开派对庆祝艾尔的胜利 卢克取消艾尔没有和他们一起喝酒 但阴惊能读心 知道 欧正在考虑收割他的土豆 告诉他应该放松一下 海伦向每个人炫耀他的新力量 他们享受他们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的测试来帮助萨尔收获 他对艾尔能管理两个独立的农场感到惊讶 追客突然成了邮差 跑过来给艾尔送了封信 是他父亲的来信 告诉他他们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 应该去拜访他们而死 冲突的 因为他忙着工会的任务太多了 回到警书 要走过一个卖西红柿的摊位 他对他的形状和颜色感到惊奇 当他咬一口时 他很震惊 发现它很美味 他要求知道是谁制作的 得知他们来自农场 来自一个叫莱鲁加斯的小镇 店主告诉他 他们的秘诀是 他们用一种特殊的肥料 要冲向工会 他告诉海伦他需要离开行会 这让他很恐慌 但是艾尔说 他需要去卢卡斯看望他的家人 看看那些西红柿 他问 如果有其他的冒险 可以掩护他的任务 艾尔告诉他他可以踢他 其实他也变成了冒险 多亏了他的超能力 在工会外面他遇到了阴京 他想陪我去探险 但他告诉他他打算去看望父母 他很兴奋 决定跟着 想见见他的父母并感谢他们 艾尔没有阻止 只是迅速逃跑了 要穿过丛林 一想到西红柿就兴奋 突然出现一个兽人 但他看起来很友好 艾尔系的男性半兽人 对男性很友好 但事实证明他现在想要骨头 逃好但被抓住了 而约克也想用自己的方式对付他 但是欧尔西被打败了 艾尔遇到了一个蓝头发的年轻女孩 艾尔在那次遭遇中受到了双伤 并解释 这是他第二次被半兽人袭击 女孩告诉他森林很危险 但艾尔告诉他 他也是个冒险家 女孩介绍自己是奴隶 他们发现他们都要去卢卡斯家 他们决定一起旅行 但所有的烦恼 如果他可以和一个男人一起旅行 因为他们一会儿需要过夜 一起 罗里开玩笑说要砍掉他的头 如果他有任何企图 但他说他不担心 因为他不可爱 但是艾尔说他很可爱 他很受宠若惊 他们继续赶路 突然他们感觉到了危险 但实际上只是里克斯 谁又给艾尔送了一封信 是他母亲的来信 艾尔向奴隶透露 他实际上得到了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 他要去那里看望他的父母 但他真的会找到一种特殊的肥料 然后他继续跑下西红柿 瑞头疼了问罗里关于他的家庭 想知道他们是否担心他 独自冒险 但罗里说没人会担心他 罗里转移话题 决定他们应该扎营 他从包里拿出十分 现在很惊讶 他能把这么多东西 装进这么小的袋子里 得想知道更多关于包包的信息 罗里告诉他这是传家宝 他祖先的艾艾尔想知道他的祖先是谁 但突然他的肚子咕咕叫 他们停下来做了些食物 而对罗里的厨艺感到惊讶 并称赞他对配料的使用 然后他问他为什么要去卢卡斯 他透露他要去训练 他听过恶魔出现的传闻 所以他要去调查 他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 他透露 他其实是大英雄的后代 扎死了魔王 艾尔很惊讶地得知这一点 但还是很担心他 因为他是一个独自做这件事的女孩 罗里相助了 很惊讶 有人真的很担心他 并感谢他的关心 他们决定休息一下 艾尔选择睡在外面的地板上 罗里让他和他共用帐篷 说他信任他 但艾尔认为这不合适 罗里提到可能会有更多的伴手人 现在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我很惊讶 罗里有两套床单 他告诉他这是他的梦想 和他交朋友 直到他们睡着 艾尔决定帮助实现他的梦想 但他很快就睡着了 在睡梦中 罗里袭击了 他过了一个麻烦的夜晚 早上他们到达卢卡斯家 罗里想知道是怎么受伤的 艾尔玩完后 他们就进城了 他们说这是道别 但是罗里告诉他 他喜欢和他一起旅行 并想再次加入他 他让他做他的护卫 等他回到警察总部 他很乐意同意 他给他画了张地图 并告诉他准备回去的时候 去找他 罗里四处打听恶魔的事 但没人听到任何消息 突然他听到一声尖叫 有个女孩声称 他姐姐被恶魔绑架了 他告诉罗里 他妹妹被带进了幽灵的森林 罗里很快就去找他 但是有一个人在远处看着 与此同时 艾尔去看望他的父母 当他去暗铃时 门突然打开 他被他妈妈抓住了 他见到他兴起若狂 最后用他的拥抱 让他窒息 而挣扎着呼吸 但他妈妈不让他去 他父亲出现打了他的脸 认为他在对他妻子做什么 但后来意识到 那只是他的儿子 他妻子生气了 把他拖回房子里惩罚他 他们吃晚饭 现在被他妈妈喂了美味的食物 而他的父亲继续受到惩罚 而把食物和鲁里的厨艺做了对比 他妈妈突然对他很感兴趣 想知道他是不是他女朋友 他父亲告诉他 他应该结婚生子 但他的妻子伤了他的背 说艾尔太年轻了 艾尔克解释说 狐狸是他刚认识的人 他妈妈对自己的结论道歉 后来艾尔的父亲 问他生意上的事 他告诉他 他是来买肥料的 他父亲在地图上指出 哪里可以找到他 然后问他标记的地点 他告诉他这是罗里住的酒店 但是他的父亲 不记得那个地方有旅馆 艾尔接着问他父亲 关于恶魔的事 但他没听说过这件事 他父亲告诉他该睡觉了 现在又迅速偷走了他父亲的床 说他不能回自己的房间 因为他妈妈在那里等着 第二天 他拿起肥料决定去拜访罗里 但我突然听到尖叫声 他跑进人群 那人说他被恶魔袭击了 但他说多亏了一个蓝头发的女孩 他问地点 然后迅速跑去找鲁瑞 那个人站了起来 打了个响指 人群和酒店被揭露是一种幻觉 他要穿过森林群找罗里 就发现了罗里之前见过的女孩 被恶魔袭击 如何轻易摧毁恶魔 当女孩感谢他时 他也会变成恶魔攻击他 但罗里突然出现救了他 他告诉他 森林里充满了这些恶魔 但那时之前那个人出现了 介绍自己是洛基 并暴露自己是个恶魔 他对罗里如此容易被骗感到好笑 当镇上没有人见过恶魔的时候 说他不配当英雄 罗里想知道 恩为什么会被牵扯进来 当他应该追他的时候 但是洛基说 艾尔实际上比他更重要 因为他单枪匹马打败了恶魔 罗密奥将军和恶龙 他意识到他是恶魔的盟友之一 但罗基说他们根本不是他的水平 罗里冲向他 但他很容易独闪和反击 他冲向罗里对他施展治疗魔法 罗基对这种能力感到惊讶 后悔没有先和艾尔打交道 罗里向奥道歉 说他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艾尔告诉他不要担心 因为他是农民 他冲向洛基却被扔了 要继续他的攻击 却被摔在地上 有一个巨大的陨石坑 艾尔几乎坚持不住 但他又跳了起来 并设法给洛基一拳 洛基用自己的一拳还击 注入了暗能量 把艾尔吹走了 当艾尔摔倒时 他的包裹裂开了 洛基的伤口开始愈合 他可以看到 其他恶魔不是艾尔的对手 艾尔也给自己释放了治疗 然后站了起来 洛基准备结束一切 但我会问他为什么要针对他 洛基解释说他在追杀所有人 可能对他未来的计划造成威胁的人 除了艾尔 鲁里他下一个目标是海伦 因为他继承了恶龙的力量 艾尔丝听到海伦是目标 感到惊讶 洛基接着说鲁里 谁应该得到神圣上帝的祝福 作为下一个英雄 但是他还不能使用任何神圣的上帝的 全力他决定结束世界 召唤他的蠢恶魔 然后和洛基与蠢搏斗 洛基让他逃跑 但现在拒绝并反击蠢 说他想成为最好的农民 然后他就不能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了 如果他离开他 他们就会把虫子吃完 但是洛基又发动了一次袭击 阿尔西尔兹鲁里来自魔法 然后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当烟雾散去 他们设法生存下来 但似乎受了重伤 出现了更多的蠢 洛基被击倒 现在被压住了 洛基告诉他一旦虫子咬下去 他们从未放手 然后他转向洛基要干掉他 他想起父母鼓励他 尽管别人说他不可能成为英雄 他为没能成为英雄而道歉 洛基发动攻击想干掉他 但是突然虫子变成白色病粉碎 艾尔获释后 他解释道 这要感谢他肥料的力量 它有杀虫剂的作用 有了这个蠢虫就无法再生 虽然惊讶 洛基并不担心 因为艾尔已经伤得很重了 但还是要起诉他 他发誓要保护罗利和Helen 罗利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努力 他回想起他的过去 当每个人都告诉他 他太软弱了 当破了英雄 他放弃了 但看着艾尔的决心 他意识到了 作为英雄不是要坚强 但这是一个从不放弃帮助的人 不管怎样 当我和洛基战斗的时候 罗利设法自伤了他 洛基的伤口立即愈合 但是罗利决心要战斗 即使他赢不了 罗利突然唤醒了他英雄的力量 用他的圣剑攻击洛基 攻击超级有效 罗利接着又砍了一刀 这就结束了他 罗利谢谢啊 帮助他认识到成为英雄意味着什么 但艾尔崩溃了 他睡在他腿上 罗利承认他暗恋他 天黑了 都终于醒了 他们有尴尬的时刻 罗利再次感谢啊 但最终变得尴尬 他们决定回城 但是当他们走路时 他们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艾尔想知道洛基是否还活着 声音越来越大 罗利害怕了 说他对付不了鬼魂 这是一个呼唤艾尔的声音 原来是他妈妈在找他 艾尔意识到那是他妈妈 不想被抓到和罗利在一起 他说他们应该逃跑 他抱起他迅速跑开 等他们走了就放心了 罗利看到他笑了 有件事他很害怕 艾尔只能想象他母亲的标志 他们最终回到镇上 感到震惊 当他们发现旅馆已经不在了 意识到这是洛基的幻觉 罗利找到了另一个地方 艾尔告诉他 他将在第二天返回国会大厦 当我回家的时候 他记得有一次他和Tessa出去玩 没有告诉他父母 他妈妈来找他 他们害怕惹上麻烦 所以他们偷偷留回家 但当他回来时 他在门口等他 要想知道他是否能顺移 当艾尔回到家 他妈妈又在等他了 他试图避开他 但他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艾尔丽丝吓坏了 跑了 他竟直从他父亲身边 跑进他的房间 这让他父亲很恐慌 因为他被留下来处理他的母亲 第二天 他妈妈求他不要让艾尔丽丝比无选择 说他会恨他 如果他这样做 他立即道歉 毛头鹰去见了卢尔丽 他们回到国会大厦 同时回到国会大厦 法拉斯与父亲动情道别 国王和他为让他失望而道歉 艾尔和Rory回到了工会 艾尔 give 路理和录有的关系 甚至展示他的恶魔力量 第二天在田野里 一个男孩正在摘一些水果 弹艾尔抓住了她 路理和海尔恩来到农场帮忙 弹艾尔对那孩子失去信心了 姑娘们很惊讶 艾尔这么生气 但他只是对他的水果被采摘感到恼火 在他们准备好收割之前 他对男孩大喊大叫 男孩道歉 肚子咕咕叫 艾尔给了他一颗卷腥菜 男孩被吹走了 这个男孩被他的味道弄哭了 然后高兴地跑开了 有怪物袭击 封锁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 并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为难穷人 他们突然听到一声铃声 预示着怪物的攻击 他们很快就过来帮忙了 大海正受到一大群怪物的攻击 当守卫和冒险者奋力防守时 海伦炫耀他恶魔般的转变 和他的新恶魔力量战斗 艾尔冲进他的家 让怪物飞起来 但最终 他们开始被看似 无穷无尽的怪物 安地斯堡王国的夜晚突然降临 威胁怪物离开 否则就得面对他们圣剑 Lagotin的愤怒 怪物们都退后撤退 虽然我很惊讶 有一把能击退怪物的剑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 艾尔擦亮了他信任的家 和朋友们来道别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告诉他他不会回来了 他们的会议被缩短了 当他的女仆告诉他该走了 他感谢他所做的一切 现在感到困惑 几天后怪物停止了攻击 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小男孩和他的母亲来看艾尔 母亲为儿子道歉 告诉艾尔如果他需要裁缝 他可以去镇上看他 他们最终会从艾尔那里 买更多的蔬菜 当他们离开时 他突然对瑞克出现 感到惊讶 艾尔又收到了他母亲的信 瑞克才给了他一份文件 这让他读起来很震惊 在工会 大人和树莉也在看报纸 他们得知法拉斯要结婚了 安德斯堡的王子 如果是政治婚姻 海伦会怀疑 让安德斯堡保护他们的国家 Ruhrie觉得很奇怪 怪物是如何从夜晚撤退的 因为怪物不应该能够理解 人话 艾尔突然站起来 告诉他们读他的信 里面全是他妈妈说他爱他 现在变得尴尬并撕毁他 他又递给他们一页 女孩们 阅读他母亲关于怪物袭击的报告 他听说了袭击 他自己做了调查以确保O的安全 但他最终发现了 安德斯堡上剑 只是一把普通的剑 没有任何特殊的力量 女孩们很震惊 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但O让他们继续读 他们得知他的母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曾经是 皮影戏 他们突然听到皮影的声音感到震惊 但O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他们告诉他 皮影戏是间谍中最精锐的一群 能够发现任何秘密 艾尔丽丝听到他母亲的事很震惊 他们继续阅读 原来 怪物被恶魔召唤 但他的爱人被带走了 他被迫派怪物去攻击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安地斯堡 派怪物攻击 所以他们可以冒充保护者 并要求公主公的婚姻 艾尔丽丝决心拯救公主 但这实际上让女孩们大事一惊 因为伙计们总是用她的伪装魔法 当他们在一起时 阿尔很快纠正了自己 说作为公民 拯救公主是他们的责任 并设法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海伦告诉他很难进入安地斯堡 但是艾尔透露他已经招募 李克斯作为他们的向导 同时在安地斯堡王国 我们去见南维尔斯王子 当他会见不同的领导人时 想要他的保护免受怪物的袭击 他说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用一把圣剑 他们都试图给他 特殊交易保护他 后来南维斯与他的计划 欣喜若狂 并命令恶魔 邓灵攻击更多国家 不过格塞尔想阻止袭击 不想看到更多的战友牺牲 但巡马打败了他 提醒他他的女朋友被抓了 伙计们突然进来告诉他 他不能那样对待他的仆人 守卫进来了 并报告说马车延误了 参加他们的仪式 王子失去了他 但意识到阴京在看着 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告诉他他很期待他们的婚礼 伙计们回到他的房间 希望他能再见到艾尔 但是那有的在外面 想知道他在想谁 第二天 艾尔去找裁缝拿衣服 并承诺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蔬菜 艾尔和其他人会合 针头告诉他们计划 他告诉他们把他的商人 摆好姿势参加仪式 进去找到人质 而你会收集怪物 这样他们就可以揭穿 雷姆斯王子的圣剑 是假的 海伦很困惑他怎么能收集怪物 李克斯透露他实际上是个恶魔 他们都很震惊 李克斯解释道 他也是皮影系的一员 在他小时候被要的母亲收养 他揭示了有相当多的恶魔 与人类融为一体 截然恶魔受到了威胁 爱上了一个人类女孩 却落到了王子手里 否则发誓他们会拯救所有人 他们开始了他们的任务 他们到达安德斯堡 并成功通过大门 所有人都对他们伪装的农民充满信心 但女孩们不是很满意 他们讨论他们的计划 潜入城堡营救邓灵 天心然后带他去教堂 这样他们才能让格斯尔认罪 证件的力量是假的 当奥前往城堡时 他立刻被警卫拦住了 他说他再给城堡送蔬菜 认为他的计划万无一失 但警卫发现他很可疑 他们最后被所有的警卫追赶 艾伦告诉埃尔继续 把他扔进城堡 然后碰巧降落在正确的房间 告诉那个女孩和他一起去 这样他们才能救邓灵 卫兵跑进来 但他只用蔬菜和警卫 女孩被锁住了 跑不了 所以他最终会背着他 而他却在逃避守卫 埃尔最后和另外两个人见面了 但他们得赶紧跑 因为他们被所有的警卫追赶 他们看到了教堂 女孩们告诉埃尔拯救阴经 当他们对付警卫的时候 教堂内 于是正在进行 伙计们说 我知道 当他们进去接吻时 埃尔冲进来时 那诺利斯突然被门撞了 阴经见到他欣喜若狂 但现在有人说埃尔是个恶鬼 来抓公主的 然后告诉大家王子是恶鬼 他的圣剑是假的 现在有人问他是否有任何证据 甚至古王也告诉埃尔 他看到了剑的力量 但要说他有证据还有警卫 突然 澳道说这个王国正受到怪物的攻击 我们看到里克斯召唤怪物攻击 客人们告诉梅洛斯用剑 但当他呼唤邓灵时 他看到他和心爱的人重聚 瑞克把圣剑王子送了出来 但他犹豫着要不要抓住他 埃尔说这是假的 然后扔进了一个怪物 一口就毁了他 当灵然后向每个人揭示真相 他用摩迪控制怪物 说他被王子勒索了 派怪物去攻击其他国家 国王现在问的是真相 但他只是笑着说 他们意识到太晚了 他已经派出了一大群怪物 进攻首都 邓灵很困惑 因为他从未下过遮阳的命令 但现在有人说 你可以隐忧怪物 通过散布怪物尸体 无明是说已经太晚了 但是Rulie和Helen突然闯了进来 说警察局长不会那么容易落马 上次和怪物战斗后 守卫和冒险者 让Rulie重新训练他们 我们看到他们 当他们坚守阵地对抗怪物时 国王感激地哭泣 现在告诉伙计们 他不需要结婚 卫兵冲进来 Nedris命令他们抓住入侵者 但他们都放下武器 Rulie和Helen 透露守卫们交换了立场 在他们向他们解释 王子的恶行之后 尼古拉很愤怒 对国王的指控 他被萝卜拦住了 拿把他揍了一顿 尼古拉斯被带走 法拉斯跳到艾尔身上 告诉他他爱他 Rulie对公主感到困惑和嫉妒 艾尔想说这一切都是误会 但即使是国王也感谢他 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家庭 国王离开时被里克斯拦住了 谁递给他一封信 证明Davidson是别人的妻子 他警告国王要小心 之后他们都庆祝公会 行会会长告诉艾尔 每个人都要求他完成任务 但艾尔提醒他 他只想做个农民 达拉斯拜访公会 并奖励他们的帮助 保卫首都 海伦想知道 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认识公主 现在恐慌的达拉斯 在我们的伪装下回来了 他无法保守秘密 达拉斯正式会见卢利 并宣称他是和凹在一起的人 艾尔应付不了他们 只能去中有倾向性的作物 他收割蔬菜 但是卢利和他的伙伴们 一直跟着他 他们问他更喜欢谁 艾尔只是想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谈论他的蔬菜 而一想知道 有没有他喜欢的人 艾尔说有 女孩们听到这个很震惊 但是艾尔现在很快 就跑回了他的房子 看一张照片 回忆起一个叫奥利维亚的女孩 让人回想起15年前 我们看到艾尔的父亲正在收割土豆 当他看到艾尔丽丝收割时 他感到震惊 这么多艾尔丽丝喜出望外 但他妈妈很生气 他父亲让他工作 艾尔丽丝起来 拿一些土豆给他们的邻居 但是突然他们注意到 一个女孩被两个男人追赶 这个女孩是个小偷 现在想知道他是谁 邻居告诉他 他是个住在山里的孤儿 男人们想卖掉他 女孩咬了男人 然后获得了自由 他跑过去 扎起一篮子土豆就跑了 这个女孩把自己塞满了土豆 当要找到他 他就跑了 但注意到 有食物 他告诉他 土豆在汤里煮会更好 他很怕它 但我会把汤留下 接下来的几天 他无法抗拒 我会继续给他送食物 最终他等待着他 他们有机会谈谈 他介绍自己是奥利维亚 很惊讶艾尔种了 这么美味的食物 我们的肚子突然咕咕叫 他主动提出分享三明治 但是奥利维亚 突然被那两个人抓住了 他们准备卖掉他 艾尔说他已经不再偷窃了 但是男人们告诉他 他们需要弥补损失 要求他们放了他 说他会偿还他偷走的一切 然而人们不相信他并拒绝 但艾尔的父亲出现并得知的情况 他给他们三个月的大迷 作为补偿 他们很乐意接受并离开 得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没事 但是他父亲担心他母亲会说什么 他建议他们需要削减食物 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也要把偷来的土豆还回去 艾尔的父亲建议 农场需要人手 艾尔很乐意同意 邀请奥利维亚和他们一起住在农场里 两年后他欣喜若狂 华尔比尔和他一起在农场帮忙 他想休息一下 但艾尔热爱他的耕作 他让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 但他说他只想和他在一起 突然泰瑟跑过来 被杀人风追赶 但艾尔的妈妈很容易就把他们赶走了 把他们切成碎片 他妈妈告诉他他们要出发了 去首都找新房子 艾尔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的房子很好 但他父母让他照看农场 当他们不在的时候 他的父母离开了 现在问泰瑟 为什么他会被蜜蜂追赶 当该地区应该没有的时候 测试显示地图 说森林里有个大宝藏 附近的森林通常很危险 但是既然所有的蜜蜂都不见了 测试表明他们能找到宝藏 他被说服了 欧耶耶要求一起去 但告诉他这很危险 一路上他把它留下了 艾尔想知道 为什么奥利维亚总是坚持 他在想他应该和其他孩子交朋友 泰瑟透露奥利维亚 他一个人的时候会被欺负 听到这个我很震惊 并意识到这就是原因 他父母在找新房子 两人到达地图上的位置 他们踩在一块石头上 石头打开了山 他们掉进里面四处看看 并找到他们不理解的平板电脑 当压触摸他时 他开始发光 一切都变得黑暗 一只巨大的野兽出现了 也又被吞噬了 有一场火山喷发 降下火焰 当我醒来时他看到了 欧鱼硬 但他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 他一杀进来 现在想知道森林里发生了什么 他们去外面 发现一切都被摧毁 并被灰烬覆盖 除晨的桥也毁了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得到首都的帮助 植物正在飞击 但是没有足够的钱四处走动 到检查农场是否有食物 但都被毁了 到突然又感到疼痛了 倒在地上 但他还是担心给维雨雨找吃的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 维雨雨前入长老帐篷偷食物 但他记得要求他给他第二次机会 并告诉他 他喜欢看到人们享用他的蔬菜 所以他设法阻止了自己 第二天 奥利维亚把他们的食物混合起来 全部给艾尔 艾尔问为什么食物比平时多 他对他撒谎 告诉他有八个从国会大厦来的 我很高兴奥利维亚说 他迫不及待地想吃他重的食物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奥利维亚不断分发他的食物 最后他昏倒了 想到他 艾尔想知道奥利维亚去哪里了 泰莎冲了进来 告诉他们找到了萝卫叶的尸体 泰斯塔告诉他他饿死了 艾尔很困惑 因为他们从首都得到了年龄 泰斯塔告诉他 他们甚至没有收到首都的消息 现在意识到奥利维亚为他做了什么 艾尔为死亡而哭泣并责怪自己 艾尔记得他答应给他种菜 然后他就回去工作了 一间后射杀了一条龙 遇到一个昏迷的女孩躺在地上 最后他把她带回了自己家 当艾尔醒来时 他看到女孩醒了 他问她是怎么来的 怀疑她是否绑架了她 艾尔试图解释她不是苏斯 他发现她的时候很担心 女孩解释 他正在去工会发布任务的路上 艾尔提议带她去 女孩透露她的名字是利亚 朝后鲁尼来拜访 但看到丽娜就慌了 看到她穿着猫头鹰的衣服 鲁尔误会了就跑了 哭着叫她混蛋 他们最终在行会 海伦听莱尼的请求 她说 她的镇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发现很难解释 海伦觉得要求太含糊了 但海伦已经准备好接受任务了 当信息显示她来自加利亚镇时 艾尔丽丝震惊了她失去了她 因为加利亚 以世界上最好的卢瑟而闻名 她迫不及待地想去那里 他们准备出发 但丽妮很困惑 当我对她那么好的时候 她认为她一定是别有用心 因为她父亲告诉她男人就像狼 我会尽量保证 虽然她还是觉得她有点傻 同时她决定信任她 瑞在看 嫉妒了 把你的车去加利亚 但是一路上 沃尔丝丽在追他们 艾尔吓坏了 但司机并不太担心 但当她回首往事 有一整个妓女在追他们 艾尔在过去的遭遇中 受到了情感伤害 当艾尔醒来时 她注意到她带着一个吊坠 丽妮告诉她 这是一个有助于舒缓神经的吊坠 他们到了镇上 当他们经过的时候 都觉得很奇怪 警卫在市场里拿着拖把 她看到摊位就赶紧点了卢笋串 当她煮熟时 艾尔试图问 如果这个人注意到 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那个人说一切都很好 然后分发她的食物 但完全烧伤了 然后很困惑 但后来意识到 这个人表现得很奇怪 手推车突然翻倒 当我检查那个人的时候 他的行为也很奇怪 尔突然被抱起带走了 后来尔去了威尼家 他家开了一家吊坠店 他认为这要归功于吊坠 他没有表现得很奇怪 和其他镇民一样 尔问他父母在哪 但他告诉他 他们失踪了 当异常开始时 镇上的人都疯了 并且无法正常沟通 城主出现了 现在很荣幸见到 开起卢笋革命的人 他还带着吊坠尔问他镇上的事 上帝告诉他舍来话长 并邀请他共进晚餐 但尔又被抓起来带走了 后来 他们去上帝的家和他共进晚餐 埃尔问起小镇的事 但上帝突然派卫兵包围了埃尔 一瞬间 他就能打败所有的守卫 他冲向上帝 压麻布挡住了巨弩 上帝揭示了线性在为他工作 我们看到他被恶魔附身了 恶魔透露 他把他的力量注入了水晶 把他放进镇上的女神雕像里 这样他就可以控制所有人 他计划对首都做同样的事 在他听说 要打败恶魔将军后 恶龙 他打算把一块水晶放进奥的体内 并控制首都 线性显示他别无选择 因为他的父母被扣为人质 恶魔准备把水晶放进埃尔体内 他扔了一个闪光弹 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有爆炸 女神雕像被摧毁了 恶魔很困惑发生了什么 现在解释 闪光弹只是给他朋友的一个信号 恶魔震惊了 因为线性一直在监视他 但一切都表明 当他在镇上忘乎所已的时候 实际上是鲁莉和菲伦 他们甚至救了林伊尔的父母 他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恶魔把上帝当作人质 他用鲁森的力量武力为宝主 他让上帝想起了他对鲁森的热爱 他能够摆脱恶魔的控制 然后抓住机会干掉了他 林伊也感谢他的帮助并给了他一个吻 令鲁里斯非常沮丧 他宣称当他长大后 他会找到他并赢得他的芳心 我惊呆了 他回到了首都 在那之后 他回去和鲁莉一起打理天地 海伦和菲勒斯都在帮他 林京注意到了忏悔 他人和Rory都有的 然后嫉妒 他想再次想熬坦白 但Rory提醒他 他们想给熬一些空间 突然他们听到猫头鹰尖叫 他崩溃了 发现他的庄稼里长出了一些杂草 这是一种讨厌的杂草 吸收了所有的营养 从周围的庄稼中 他愤怒地发现增长了这么多 在他的监视下 海伦很开心 杂草是更大的威胁 比起他所面对的恶魔 他们进城卖蔬菜 他们很受欢迎 甚至国王也乔装打扮 国王徘徊在我 何时会许阴京畏气 但我会回避这个话题 国王告诉他 他会给他更多的农田 核心开发的农业工具 现在想象工具 忍不住被诱惑 Rory试图阻止他 法拉斯朝他扔了个土豆 但他最终会被淘汰 我会看到一个天使 想和他说话 但他很快就醒了 他们卖了所有的蔬菜 现在得到一个邪恶的表情 当他考虑摧毁杂草时 他撞见里克斯炫耀出草剂 他要用 他们突然看到 有人抓了一个女孩 要卖掉 艾尔走近他们 轻而易举的 把那两个人打晕了 第三个人跑了 那个女孩被揭露 是个恶魔 女孩很害怕 但里克斯认出 他是乌利亚 告诉他 他也是个恶魔 里克斯揭示了 尤月是恶魔领主的女儿 尤月请求他们 帮助拯救恶魔 并透露他的服务员 Hofi 突然告诉他 他不安全 然后他打开传送门 把他送走了 他想回去拯救恶魔 但是瑞克说 恶魔领地在大洋彼岸 在船上至少需要三天 我会接下这份工作 把他的杀虫计交给里克斯 这样他就可以照看庄稼了 艾尔告诉他们 他有更快的方法去那里 最后他背着幽略 当他跑过水面时 尤月吓坏了 叫他住手 但是艾尔说 如果他停下来 他们会沉的 他们最终到达了恶魔的领地 刘尔也很感激 他们这么快就到了 波浮菲突然出现 开始攻击他们 如何阻止袭击 他的魔法攻击 甚至像鱼也开箱 咱们跑到他后面 把他击倒 尤月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攻击他 波浮菲回来了 发动了另一次攻击 但突然艾尔的妈妈出现 把他打晕了 他透露他收到了 里克斯的来信 来确保他没事 他们一起出发了 到达恶魔领主的城堡 他们发现 所有的守卫都死了 现在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妈妈认为 他们被控制了 互相争斗 就像波浮菲 看起来被控制了一样 由瑞亚冲进王座厅 发现他父亲躺在地上 而找到了一个 还活着的守卫 他透露有一个女孩 他突然警告尤月 艾尔的妈妈 试图攻击他 但被欧阻止了 倒能看出来 他不是他妈妈 因为他的亲生母亲 会紧紧地拥抱他 他一看到他 他的骨头就会碎裂 他很惊讶 他能看穿他完美的伪装 他恢复了原形 据透露 他实际上是奥利维亚 他曾震惊 他怎么还活着 回想起他目睹 他死亡的时候 奥利维亚透露 他还活着 多亏了邪神的力量 他炫耀他攻击 幼日月的力量 但所有人都死了 并设法救了他 有一个巨大的邪线 核爆炸 当尘埃散去 整座山都被吹走了 奥利维亚很惊讶 艾尔能躲过他的攻击 并说一定是因为他 体内也有邪神的力量 艾尔混淆了他的意思 奥利维亚解释说 他的自然情人技能 提高了他所有的数据 其实是邪神的技能 奥不相信 因为他从未见过邪神 但是奥利维亚告诉他他有 他保证会解释一切 如果奥决定加入他 他告诉他 他们可以再住在一起 他用迷人的眼睛说服他 但是尤里亚打电话给他 他突然从他的 奥利维亚因为他碍事 而生他的气 抓住优越的脖子 我会试着帮他 等奥利维亚阻止了他 他告诉他 如果他接受邪恶的上帝的力量 他可以让他活着 奥利亚告诉他快跑 奥利亚受高了他 决定了结他 埃尔被释放了 在奥利维亚攻击之前 奥的吊坠突然激火 奥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发现时间凝固了 奥很困惑这是怎么回事 但天使般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他自称是善之神 他告诉他 多亏了他冷酷无情的吊坠 他能够出现 他用他的力量冻结了时间 但他们时间不多了 他告诉他 他可以摧毁邪恶的上帝 在他体内的力量 并给他他自己的力量 这将使他能够战斗 他握住他的手赋予他力量 他让时间倒流 在奥利维亚攻击尿素之前 又激活了他的新力量 奥利维亚开始担心了 但他只会让一堆豆芽弹出 每个人都很困惑 奥利维亚认为这是个别角的技能 但他生长迅速 奥利维亚被他的藤万抓住了 他能够挣脱 他召唤了一把剑 他向猫头鹰收费 但他再次使用他的力量 制造藤万墙来保护自己 藤万再次抓住他 尽管把他们砍倒了 他们又长回来捆住了他的拱顶 他冲进来用他的魔法攻击 他去看路里亚了 他很高兴他恢复正常了 威维亚好像从袭击中逃脱了 用他自己的魔法来报复 他冲过艾尔去干掉他 但要求他住手 他说他变得无聊了 并说他们很快会再次见面 当只有他们两个的时候 一股暗能量包围着他 然后他就消失了 达尔非暴力质疑艾尔和奥利维亚的关系 但是国王提醒他 他刚刚救了他们所有人 现在解释说他是他的妹妹 他试图解释他和邪神的联系 但是国王没有太多关于神的信息 并承诺如果他有其他发现 会联系他 我要走了 尤里很难过 他拥抱了他 但是奥利嫉妒他们 指控他试图引诱他 他回到农场 发现太斯塔在帮忙收割庄稼 他解释了发生的一切 问他是否记得时间 他们探索了废墟 但测试只记得他昏倒了 没有看到出现的野兽 听到这个我很失望 但是他们一起吃了美味的西红柿 要谢谢他帮忙 告诉他和他一起去警察局 但是太斯塔说他忙着钓鱼 当我们回到首都时 他抄近路 但又一次吸引了一个半兽人 他已经用尽全力打决定直面他 但他只被推倒 现在很震惊 他又回来了 现在正在逃命 他的冒险伙伴救了他 他们想知道他是否变得更虚弱了 因为他和半兽人还有矛盾 艾尔觉得这很奇怪 他们回到工会 他告诉了海恩和铺利他们很困惑 方舟是如何在他的一拳下幸存下来的 海伦要求看看星星是如何 我们看到他压倒性的力量消失了 他意识到当女神赐予他力量时 他移除了邪神技能 提高了他的数据 海伦告诉他不要担心 因为他仍然比 普通冒险家 李克斯出现并送来他母亲的另一封信 海伦和鲁利达到了顶峰 但是警告他们不要继续前进 现在 他们想知道他妈妈是否有人看着他们 作为暗影傀儡的前任指挥官 还要继续读下去 因为他答应调查奥利维亚 告诉他随时欢迎他回家 然后就继续 告诉他他要多爱他 当雷克斯里跑进达拉斯时 他想和尔一起玩 但是鲁利和海恩都嫉妒了 当他们都出去玩的时候 还在想 维利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以及邪神在追求什么 但他努力享受生活 和他结交的朋友在一起 他回想起 他是如何遇见他们每个人的 以及他们的冒险经历 他决心变得更强 这样他就可以保护他们 保护他的庄家 因为他是农民 但那是在哪里